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17日,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事真的好啊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望向片側報》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浪費冷氣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啊 好了,今節我們又說一說澳洲的事情 大家知道澳洲這個魔種 只是看大數,做出來的數,因為鐵礦石 價錢十分高,所以澳洲整條大數看上去 是有很大的貿易順差的 所以他當然會繼續行他的抗中政策 但是大家知道全球的疫情不樂觀 其實澳洲的確是已經漸趁平穩 但是政府始終 都是要強硬實施封國令 也不會給封國令一個具體時間 具體什麼時間,當然結束封國令的時間 沒有人來 就糟糕了 令到旅遊業 澳洲入境的人口 已經是少之有少了 其中 有一個國家 入境澳洲的人數 是暴跌99% 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 大家知道什麼地方,就是中國 中國 當然啦,想被你打嗎? 可能我們遲一點就做不節 前幾天又有人被人打 美國也被人打 但是美國比較大一點,澳洲的事發機率比較高 因為他們是美國的十分之一、二 我不止 十分之一更少 十幾分之一 說回來 剛剛的數據 顯示 新鮮滾熱 就是上個月 2021年4月 因為 澳洲和新西蘭開了旅遊氣泡 其實 澳洲 入境和出境的旅客數都是大漲 是新西蘭籍的人士最多 入境澳洲的新西蘭人士 就有 20,300人 出境的新西蘭籍人士 就有 23,900人 排第1 中國旅客 多少呢 你聽到都害怕的 入境的只有 1540人 出境 更多 兩倍多 就有4,000人出境 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 這個數據 和 19前 2019年4月的數據相比 就真是深酸 如果你做旅遊業的話 2019年4月 中國旅客入境澳洲的數目 就有 132,360人 跟兩年前的江景相比 入境的人數 縮水達到99% 出境的人數 2019年4月 也有14330人 今年出境的人數 也是少了 減了97% 但是 你不要忘記 出境的人數 都是因為 現在 出境的人數 多於入境 其實已經是很少人在澳洲境內 是吧 所以你看到 他好像 好像 很多人減少了出境 但是人數 是吧 你連人都沒有 所以很嚴重的 中國人流入數是負數 那 亦有看到 最可怕就是去年 去年 2020年 12月 到2021年 4月底 只有6700名 中國公民入境 但是離境有3500人 其中 離境的中國公民 就在 新年 達到封值 12月 即是上年12月和今年的1月 分別 就有9300 和7700名中國公民離境 很不幸地 就是 現在 開國亦無望 其實上星期有華文媒體 亦訪問了摩總 問摩總 有沒有辦法在短期內 可以開放國境 摩總說 重新開放國境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是原話來的 非常非常非常 是啊 他就說 我們很難會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 具體措施也不知道 現在的疫情 他說 比一年前更加嚴重 澳洲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我們實施了成功的 邊境控制政策 我們 不會 要踩一下中國 不會 在19世約的時候 跟 跟某些發展中國家 互通 發展中國家 當然是指中國和印度 但是 以他的語境 因為他都很忌諱莫敵 大家都是兄弟 所以 我覺得就像中國 無論如何 這個我個人 覺得 我還繼續說 所以 為了確保 我們預算中 制定的 恢復計劃 是可以 得到實行 所以未來 這個時候 未來一年之後 是不是可以開到國境呢 我們 是不知道的 以及國際邊境 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不知道呢 因為 是來自一件事的 就是 澳洲 就說 最遲就明年 中 現在都差不多 今年中 明年中 日後 是會開放國境 他剛才的預警 人們問他 會不會明年中就要開 我還說不知道 可能明年年底 明年年中已經很久了 他也 不會給你 答案 很嚴重 那麼 我總繼續說 現在 我認為 就好像我們衛生部長說的 我們會嘗試放鬆一些 在我們邊境附近的限制 例如 接種了19億美的澳洲人可以在不同的隔離安排之下 離開和回來這裏 我們的 努力 都是在做的 大家不用擔心 現階段 還沒有 哪個國家和地區願意 這種做法 這個氣泡 除了新西蘭之外 他的意思就是 本來打算是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 好像 最近好像有一點 波折出來了 他繼續說 如果澳洲人和他親屬 接種了疫苗 並且 可以去一些 疫情影響較小的國家 或者 都是或者 可能會通過不同的渠道 回到澳洲 但是 我們不可以操資國家 他繼續說 人口增長 移民增長 一直是澳洲 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 我們移民在澳洲的 生活是成功的 澳洲的技術移民是我們幾代人繁榮的關鍵原因 我們沒有忘記這點 但是目前 就是 限制19 盡口 盡口 說回 我們節目也說過 澳洲人 七成澳洲人 不贊成 增加移民 當然 現在 封國 尤其是對於中國 對於中國遊客來說 不可以來到澳洲 而且澳洲 亦出了很多 針對 中國人的事件 所以 旅遊就很麻煩 大家知道 現在 很多旅遊行業者 都說 可不可以製造少少開國境 因為他們 賴以生存制 兩樣東西 就是國際旅客 和留學生 是不是 我們之前都說過 現在 很多老牌 的店都要關 就好像 長青旅行社 很出名 在澳洲 很出名 基本上 香港人 如果 不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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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去長青 長青就三月關了 曾經是澳洲最大的華人旅行社 他的大巴 停車場 和辦公室物業 全部出手 是嗎 所以 真是很嚴重 居然 他訪問了 那位朋友 我懷疑是我朋友 他訪問了一位 在這間 旅行社做的朋友 就叫勇哥 好像是我的朋友 Anyway不要緊 他就說疫情前 在一家旅行社 做司機 兼且自己有些股份 已經做了很多年 但是 疫情 爆出來之後 他就失業 他就把公司關了 車又賣了 那就 把一些資產 也賣了 屋也賣了一間 收入 一下就 沒有著落 最後 他只可以為了謀生 開Uber 也要送餐 也偶然 送貨 勉強度日 所以他就說 沒有辦法 炒散 除了長清之外 另外一間 是挺有名的旅行社 很深酸 其實我家人是知道 和他的老闆都是有少少熟的 就是 說來的一間旅行社 就是 亂宜假期 你看到心酸 他也是關門大吉 另外 去年 國際旅行社 CYC Travel 也是關門大吉 所以 澳洲的華人旅行社 連那麼有實力的 都越來越少 真是受不了 還有什麼可以做 請問 國內團的話 你真心地做不到外國 真心地說 即是我們自己的 因為西人 他很少找華人 這個也是正常的 因為西人 好像這個景點 他自己也做了 那些旅行社 好像他們戴保照 坤士蘭政府自己做的 那些賣的 那些 住宅 那些活動 坤士蘭政府全部都訂 是不是 所以是很難做 所以看到這些 都是 唉 比較心酸 還有 摩總這條死人 很沽寒 因為這些 旅遊業 反正 他覺得 我有好望 是的 那是中國旅客 那他 也要擺出一個 我不在乎 因為你這個行業 是很依賴中國旅客的 所以 他 只是 付了6000萬 給這個旅遊業 真的少得可憐 我對比其他 是不是 還有 有人就問他 劉學生 他有澳洲簽證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帶一些劉學生回來 這個也是 很多澳洲大學 很想做的事 是 可不可以帶一些劉學生回來 那摩總呢 他現在有什麼 又是這個叫什麼 正義超人上身 他說這樣是不公平的 因為澳洲人都發不了你 如果我是記者會 我就說 那許智峰呢 許智峰有什麼貢獻 劉學生 都說經濟貢獻很多 那許智峰呢 對呀 頂他呀 我現在都不去追究這件事 沒有人去追究 是的 因為沒有什麼人認識他 說真的 許智峰就 沒有什麼人認識的 我們都說 媒體報 都是 都是 一小段 還有都是放在星期六出的 說回 摩總說 如果現在給劉學生回來 根本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 但是 好像給許智峰進來更加不合理 他有什麼貢獻 請問 那摩總呢 他說 劉學生的煩惱 的確是我們優先事項 不過 我們都是澳洲人優先的 你沒有說過 是不是 他繼續說 我們不會把病毒進口到澳洲的 你暗示什麼 進口 不過這傢伙都是亂差的 根本不理 旅遊業 出口業的人死活的 最重要是賣礦 這個鐵礦石 只要 價錢一直 高企 他都不會死的 說句老實話 坦天保自尊 是的 真是坦天保自尊 你說得對 其實我們 都會做一節節目的 就是 就講 可能會提前大選 之後大家看看他 會怎樣爭取我們華人的票 我們應該今天會做一節節目的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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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